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争从2月开始到现在仍然在持续当中 还有疫情在全球肆虐了三年 这一年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了确诊阳转阴的过程 像朋友之间的问候雨 有时候会夹带一句说你阳过了没呢 当然这个时候中国内部的疫情也正在延烧当中 也是我们报道者所关注的 战争加上疫情造成了经济的震荡 也使得2022年大家走的是格外的辛苦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字来代表2022 你会用什么呢 来借用一下民众票选出的英国牛津字典年度代表字 叫做哥布林模式 Goblin Mode 他以31万票占总票数的93% 压倒性的票数呢 成为2022年的年度代表字 那如果就这个字的表面上的意义来说呢 通常就指的说自我放纵啊 懒惰啊 邋遢 甚至有贪婪的行为啊 通常表现在拒绝社会规范 或者是期望的方式之上 那如果我们简化一点说 他有点像是中国网络的流行用语 像是躺平主义 但我必须说啦 这个躺平其实又不是说的这么精准 其实哥布林模式呢 那或许是反映了现在社会的一种集体的情绪 大家呢 其实并不是不想认真的奋斗 而是希望说 在追求不受社会拘束的快乐 所以呢 我们更想谈的是说 当社会阶级流动困难 努力也看不到未来的情况之下 现在的年轻世代是什么样 他们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未来呢 所以今天2022年的最后一集 我们就邀请到报导者的总主笔 方德林还有记者孔德莲 一起来跟我们回顾 报导者在今年度的报导当中 曾经谈到的台湾社会里年轻的一群 来我们先跟德莲跟德莲问好 两位好 宛如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德莲 大家好 我是德莲 刚刚说到现在台湾的年轻人 所以我不知道 当我年轻的时候吗 你40岁以前 我们用一个时间点来界定 你40岁以前 你怎么过的 你的人生目标 现在都达成了吗 这个大灾问 当然是还没有啊 对 然后40岁以前 我想我应该跟一般人 应该都是差不多 我就是工作嘛 然后很希望就是说 可以在工作的时候 然后可以存好 就是未来可以退休的 的钱 然后让我未来的退休生活 不用太焦虑这样子 这大概就是一般 呃 我的梦想 我想应该也是一般 大部分都是跟我一样 这样 嗯 在那个时代 好像我们今天要讲很多 那个时代的事情 对 我们今天要讲跟钱有关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好像大家就会觉得 我每天辛苦的工作 然后终于有一天呢 我会达成我自己退休的 那个梦想 可以完成人生的一条路哦 好像就是成家啊 买房啊 都是人生必经之路 当然是我指的是 有些人是这么选择啦 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选 嗯 对 但是德琳你的买房故事 我们在录音之前 其实聊过很有趣耶 嗯 我先讲一下 我前两个礼拜 刚好也去看了一个房子 因为那时候 因为我们一直想要做 跟草房啊 打房有关的题目 所以我想说 至少也去了解一下 现在的事况是怎么样 那我前两个礼拜去看的时候 其实自己是真的有点吓到 因为我去看 台北科技大楼附近的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已经是七八年了 然后是没有人住过 想要卖的那个屋主呢 他是说本来 他是要留给他的小孩的 可是他小孩后来不决定住在这里 所以他才把这 已经空了七八年的房子 决定把它卖出来 可是你知道我去看的时候 他的总价大概是八千万 那这个八千万呢 其实如果你扣掉所有的公社 还有他的车位 其实他内部的面积 大概就是三十坪出头 其实跟我现在住这种老旧公寓 三十坪里面的状况是一样的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居住环境 他要花八千万 那我就会觉得说 以这样子的房屋的价格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 他当然是没有办法去可以承担这样子的价位 那对比我在二三十年前去买这个 我刚才讲的这个老旧的公寓的时候 我买的时候是在2003年嘛 那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我是在网路上 然后去查那个新义房屋永庆房屋这种 这种房仲的网站 然后我就随便设定了一个条件 那个条件就是大概在一千万左右 然后我想要在大安区 我那时候记得就是我把这个条件输入之后 那个网页大概有四五页 其实物件是蛮多的 所以我就随便挑了一个 就想说隔一天跟这个房仲打个电话 就去约看房 然后看房之后我就买了这个房子这样 感觉很顺利啊 但是要说那个价钱是二十年前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买了之后才发现 才开始要精算说自己到底要付多少钱这样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你要有头期款啦 然后头期款之后 然后你要付房贷这样 所以也是蛮紧张的去张罗了一点点钱 然后去付了这样子的一个头期款 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我那时候还可以这样子去买房 但是那那个价位虽然当时我没有怎么精算过 可是事实上后来我的过程还算顺利 因为后来每个月这样缴房贷 基本上还是我可以负担的范围 但是如果以我刚才讲的 现在看的这个八千万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 应该不可能像我那时候买房子那个样子 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嘛 对二十年前的事情 工作多久才能存到这个八千万呢 来年轻世代的德莲 今天请德莲来 也是因为你今年写了非常多篇 有关于炒房的报道 德莲你找到了不少住在青年旅馆的年轻人 对他们可能二十几岁 那是刚出社会不久 那他们就住在这个小小的房间 像我们现在所待的这个录音室 可能是他们两间房间的大小 那挤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对啊 我们以为只有在香港这种 这种金融都市 然后地下人稠的地方才能看到 可是现在就是在台湾 也有这样子的情形 我其实在今天做访问之前 特别跟婉珍讨论了一下 他马上就传了一篇文章给我看 这是韩国在几年前所讨论的 七抛世代 什么意思呢 就是恋爱 结婚 生子 卖房 人际关系 梦想 和希望 这些都已经被年轻人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所抛弃了 所以 刚刚说的是七抛 但是其实再往前推一点点 本来韩国是三抛 就是恋爱 结婚 生子 可以先放弃 但是慢慢的 好了 五抛 七抛 加上现在是N抛 不知道 现在年轻人还要抛弃多少的东西 现在 德琳你看 怎么会他们过得这么辛苦 我在想 台湾其实也 慢慢也有这样的现象 还有包含刚刚宛如 你开始讲的 中国在讲的躺平主义 其实 大概不只是韩国 我觉得现在亚洲 很多国家都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样的年轻人都呈现这样的状况 那我自己比较有感触的是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房价很高嘛 那你可能薪水追不上这个房价 大概过去十年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状况 但我自己看到是过去这两年 也就是疫情这两年呢 我看到其实还有一个 比较明显不一样的状况在发生 第一个是年轻人他对工作来说 其实他不太会跟一个企业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零工经济的出现 那大家也都知道说 现在很多人他宁可去当外送员 然后也不愿意跟一个企业 就是长期成为他的职员嘛 虽然过去我们老一辈的人 可能就会觉得说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比较好的 但显然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不是这样子想 这是我观察到这两年第一个现象 那第二个我觉得年轻人看到 我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说 他们其实在追求赚快钱的这件事情上 比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真的是积极非常的多 我们在看说2020年之后 其实台湾的证券户的新开户 其实是成长非常快 过去可能每一年都新增20 30万左右嘛 但是过去这两年 大概都新增到六七十万 其实那等于是多了两倍以上的成长 那这两倍呢 有更大的部分 都是来自30岁以下的年轻人 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台湾过去这两年 尤其2020年跟2021年 股市是不错 那这个股市不错 就吸引了非常多年轻人 他进到这个股市里面来 然后在2020年 其实我们也知道 那时候成交量很大 很多人是做当冲的 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的当冲 当冲的意思就是说 你基本上可以不用拿出你的本钱 你就是今天比如说我看好台积电 我早上9点下单 假设我买500块好了 然后到尾盘的时候 就是快要收盘的时候 我把它卖掉 假设是510块 那我就赚了中间10块的差价 但我可以 我这中间可以完全不需要拿出本金出来 那我只要看那个价差就是 那万一赔呢 你也是把那个价差赔回去就好了 这样 所以你等于是一个比较无本 生意就可以进去这个股市里面玩 那在2020年 其实台湾那时候的成交量 有非常多是当冲量 根据证交所统计 其实有蛮多是来自30岁以下的年轻人 我记得估计好像是有四成吧 是来自这个年轻人 所以他们 我觉得过去这两年让我看到 就是说现在年轻人想要进去 这种风险性比较高的 一些投资的市场里面 去赚快钱的现象 也是越来越普遍 这等于是不用自己先掏出一笔本金 然后就可以开始在股票证券市场买卖了 可是德莲 你自己跟这些年轻时代的观察 他们对于金钱的追寻 这个观念跟态度是什么呢 当然我觉得正常的理财投资 这个是当然没有问题的啦 但是你普遍来说 特别是在你今年度的报道里面 你看到的年轻人 他们在想些什么 我觉得有一些迹象是还蛮 就是让我觉得印象深刻 就是我这两年就是有回学校去 跟就是学弟妹他们互动的时候 演讲的时候 都会有人就是过来跟我说 学长你有没有就是投加密货币 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 那或者就是去查资料的时候 发现很多大学就是既有的 可能他是证券研究社 他现在变成可能理财投资社 那很多人在大学的时候 就非常希望就是透过这种投资的机会来 来先有一个比较好的起步 去累积一个资金 那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 这个投资也是蛮好的 另外一个面向的话 其实是比如说在这一次的 这个FTX的事件里面 就是看到蛮多人 他可能会把就是他的资产 或者是希望在透过炒币的这个 的行为去搏翻身或是搏一把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 可能过去他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现在他想要透过这样子开杠杆 高获益的部分的这个举动 我觉得是还蛮明显 都好像先跃跃欲死 我这边有一个例子采访到 比如说一个还在念大学的学生 那他的做法是 一部分是跟家里借钱 一部分是他可能从小的积蓄 那这个钱当然不多嘛 可能十几万而已这样子 那他就把这些钱全部投进 加密货币的市场里 他可能就是会买 可能认为比较看涨的币 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把它卖掉 或者是他就是大量的去做 这个量化交易去赚钱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跟 我们以往的认知不太一样 那也是因为就是 可能在加密货币的市场 他毕竟是风险跟波动比较高嘛 那他们可能也认知 但是他们愿意 我觉得算是赌一把吧 对你刚刚特别讲到FTX 他就是在今年11月中的时候 宣布破产的嘛 我记得那时候有很多的 所谓受害者 是 那像这个案例在统计 他在交给法院的 这个破产文件里面的统计 就是很多的用户 其实他大概都是 40岁以下嘛 那主要是二三十岁 很多人是在 就是把他这个交易所 当成是一个资金停泊的地点 那一部分人也是为了要赚他的 这个5% 8%的这个利息 那对他们来说 就是5% 8%的利息 相对整个币圈 或者你整个操作的收益 其实基本上已经算是不高 那他们把这个FTX视为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所以把资金放在这边 那也是把钱放进去 然后希望可以再做其他的操作 那我觉得他的比较共通的点 就是说 他们并不觉得像传统的股票 或是这些 新融投资 是能够带给他们机会的 他们反而觉得币圈的机会更大 因为他随时都能够 比如说 像我的受访者讲了 他可以 你开个5倍10倍杠杆 然后你可以走这个合约 然后你可以玩DeFi 然后就是拼一波暴击 就跟你的人生一样 你拼一波暴击你就赢了 你就赢在这个起跑点上 你就多跑人家两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普遍 而且深刻的说法 对 但是我们还是这时候要加注警语 高报酬 高风险 这是一个伴随而来的事情 不过你刚刚也说 这个虚拟货币市场 我想多数的听众朋友 可能不太知道 他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 还有这FTX黑天鹅事件 他到底是发生了些什么事 德烨你要不要很快速的 一分钟跟我们说完 我觉得这真的有点难 他的像FTX 他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就比如说 你今天要把 你要把新台币100块 你今天要买 比如说你要买比特币好了 这种最主流 最大型的虚拟货币 你就可以透过入金 到这个交易所里面 然后把你的钱可能 就是你下单 然后去购入一定金额的比特币 那他这个交易所之所以特殊 是因为你买来的这些 比如说你的比特币 可以换成其他各式各样的山寨币 或不同的加密货币 那你可以在里面 就是做非常多的金融的操作 你可以买一些衍生品 那也可以去 就是等于是去 拆这个币价的涨幅这样子 那只是说在这个运作里面 每一个不同的商品 还有不同的这个币种 就是他都有不一样的风险 你都必须要去了解 他背后运作的机制 那我觉得他其实是算是 门槛比较高的一种投资方式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那他让很多币圈的人 就是觉得他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的这个体制是 或许是可能未来我们有机会去运用 在新的web3的世界里面 或者是他的这个区块链的运作的方式 能够带来新的可能 在现实世界的运用 我觉得 就是大部分人就是 例如说没办法成为医生 律师什么的 对对对 大部分人是用这样的 那我觉得你更需要就是 你不要站在一代的趋势之上 你才有机会 呃 我刚才就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对 就是我觉得新的要是真正的需求 但是 看不知你能不能真的改变这个世界 其实 I don't know 但是 我觉得 这个目标是好的 那你接下来哪个伙伴 什么重见你还是很可恶 这个就是很现实的困难 就是我必须承认成这已经 对啊 现在的时候是很失败的 对 因为对我来说 这一千万不只是一千万 因为这一千万我是 为了是要走稳定的 是 是我认真 我本来是想要做我第一想做的基点 那如果我有钱的话 我不用care薪水 我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我不care赚多少 我只是想做而已 但是如果有碍于经济压力的话 那肯定不是我的好选者嘛 就是限时动怀就是这样子 事发的前几天啊 非常非常崩溃 其实我其实 就是很傲拿 可是青春天其实真的被人想不开 其实主女生是非常的痛苦 主生是会觉得自己根本 在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子 德连您所访问到的这些 在虚拟货币圈操作的年轻人 他们为什么进入这个市场 他们在FTX今年11月中破产之后 遭遇了些什么事 是 那我像在谈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有想到过去那个 大家风那个大家乐的时候 就是全民都好像在那个热钱的 的这个 很兴奋的这个氛围里面 想要赚钱 那只是说 在现代或许是更多的年轻人 就是透过加密货币 或虚拟货币的这个市场 想要去去投资 然后想要 获得比较高的收益 因为其实蛮多受访者 我在问的时候 他们可能在30出头税的时候 在透过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 他们赚到可能都有一千万 那这个这个钱是你在 在其他的投资方式 其实是比较难去 达成这样子的一个获益 那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风险 那我觉得只是就是 面对这些质疑 当然就是虚拟货币或加密货币 它是更是一种信仰 那因为大家信仰它的这个价值 那也坚信它能够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扮演一席之地 当然这当中有很多的投资仪炒作 这个不可讳言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信仰 他带给这些年轻人 有不同的这个感觉 一种刺激感 是可是德琳 我们其实在这篇报导 就是FTS黑天尔事件背后 刊出之后 其实也有不少的网友 在网路上回馈给我们说 明明知道这是高风险的事情 所以对他们后续的一些遭遇 或者是梦想的破灭 其实并不值得同情 那就这样啊 他们自己要承担啊 我觉得如果要用道德的诉求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你去炒作这种热情或什么 这当然都不是我们鼓励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看的是说 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是这么多年轻人 然后他会去从事这样子的事情 可能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这样的面向 那我们刚才有讲 比如说我们一开头有讲到 那个房价的问题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他有一种 我觉得比我们那个年代 他现在面对的是更两极化的世界 像我刚才讲 比如说在我大学时代 我旁边不会有人去做投资理财 你也会觉得说你旁边的人 跟你生活不会差距非常的大 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他很容易透过IG社群网络媒体 他会看到所谓有钱人的生活 大概是什么样的生活 或者说他跟他的同学 本身就存在着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差异 我在想就说假设今天你有一个国中同学 工作之后一个从事金融业跟科技业 跟你一个从事服务业 后来你们在见面的时候 其实那个差距就很明显的就被拉出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科技业的薪资 跟服务业的薪资是差距非常大的 那台湾现在比起20年前 我觉得这种两极化的状况是比较明显 他会让就是说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讲到这些年轻人 这两年的现象就说 怎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去从事这个赚快钱的事情 还有就是说他们对工作的态度 怎么为什么不会像我们以前那个样子 可能他背后比较底层的因素 我觉得是在这里 就是说我们是面对了一个 比较两极化的世界 那尤其这个有钱人 他又跑到你的眼前了 以前我们的有钱人离我们好远 他住在阳明山上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现在因为社交网路媒体 我们都知道有钱人的生活 大概怎么样 所以你会有一种很羡慕 你想要跟他一样的心情 那这种东西可能都是促成 现在年轻人 他不会再遵从 就是说只有工作 才是收入的唯一来源 那他可能会再从事更多其他的事情 那我刚才听德莲讲 我也是觉得很 就是说那有很明显的对比啦 就是说大学生 现在就已经开始在投资了 这跟我们以前 真的是差距蛮大的 对以前好像父母吧 至少教育我们的方式 还是希望脚踏实地 然后找一份工作 如果大学毕业 你没有工作 可能亲戚朋友 就会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 你这个大学生 怎么窝在家里 对 可是现在我觉得是 有不一样的思维跟概念了啦 因为如果你现在还用 刚才那样子去跟年轻人讲 你应该 那不行 对对 我就是想说 其实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成长背景跟世代 现在正在台湾 有这样子的就是年轻世代 也是我们需要认识跟看见的 还有这个年轻世代 它是怎么形成的 也是我们今天这一集 主要想要去探讨的地方 其实就像刚刚两位讲的 就是这个剥夺感 其实不只是存款的数字啦 那还有整体社会的氛围嘛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然后薪资生活条件 就是或者是住房 那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 它让大家 就是像年轻的世代 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为什么要按部就班 我按部就班 我得到 也追不上房价 对啊 也追不上房价 或是也没有办法换得一个 比较稳定的生活啊 以一个比较不好的面向去看 那我们这几年 为什么诈骗这么多 它当然是不好的映射啦 那只是说 这个剥夺感 它会被广泛的 就是在很多的社会层面 跟很多的行为上去 去体现出来 像比如说财富自由吧 应该是所有人心里 都会希望达到的一个境界 就是我不用遭就 玩我每天的工作 我可以有自由自在的生活 可是这到底如何达到呢 德林 对 你那个时代的财富自由 好像跟德莲又不太一样 我想财富自由也是我的梦想 每个人都 可是我们那时候讲的财富自由 比较像是说 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份工作 那我大概知道我每个月 大概会花多少钱 那所谓的财富自由 就是说我会把工作的收入 可能有一部分去存钱 或者是我去做投资理财 以至于我后来的被动收入 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被动收入 比如说就是利息啊 或者是从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得到的配息 如果我每个月得到的钱 多过了我现在在工作的收入的话 那基本上我就是财富自由这样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想法 还是会从你的工作的收入 是最原始的 然后再从这里面再去涨出 你的被动收入来这样 那但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的 财富自由是怎么样做啦 但我不知道这可能要得脸来回答吧 其实我也不算真的很年轻 那只是说在采访的过程中 我其实都会问他们 就是财富自由的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跟过去可能比较不一样 就是工作它不是一个必要选项 那有的人会希望就是跳过工作 直接用投资 或者是用更能够 获得高收益的方式去 比如说在草房的例子里面 他的工作其实并不是一个提供他资金 或是他一个本的来源 那反而是他就是全心全意在草房 或者是全心全意 有的人是全心全意在草壁上 那这个跟过去的方式比较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就是后面可能 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 有更多选择这样子的 这个想象是差不多的 都希望能够自己在人生当中有主控权 而不是好像仰赖在老板的手里 如果这样子听起来 我觉得过去这两年 它改变了 就是说这个疫情改变的 不只是我们的生活吗 我觉得如果照我们刚才这样讨论下来 其实它改变了年轻人 他可能看待钱跟看待工作的关系 那我可以想象说未来 最近大家都吵得很热 就是说现在服务业找不到人嘛 找不到人力的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一定会持续下去 因为可能现在年轻人 他对这个工作不会 就像德莲讲 他不会是唯一 他想象他收入的唯一这样子 德莲报导是谈到台湾 哥布林青年的失落啊 所以到底什么是 这一群你采访到的哥布林青年呢 他们在台湾是怎么样 生活的是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呢 我觉得我也很难去帮 就是代替他们说什么 那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观察 其实就是就像宛如在开头有讲的嘛 我觉得贪婪或者是不被 这个传统的这个社会规范所限制 那比如像我们玩游戏都知道 哥布林是很初期会遇到的怪物 他可能身边就有一些金币啊 他可能会抱着金币 或者是他战斗力不强 他可能随便打两下他就倒了 那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 他是一个很好能够代表 这个整个青年群体的一个词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我们想要躺平 但我们其实仍然抱持着这种对于 不管是财富自由 或者是掌控自己生活 或是对于钱的这种渴望 但是说实话 我们又很难去靠着现有的努力 去一举去打破这样子的这个状态 那能做的有什么呢 那就是我休息一下慢慢来啊 那我如果真的抓机会 我好像就赶快上 不行就算了这样子 所以对虚拟世界的这一群受访的年轻人 他们走到的另外一个星球 另外一个世界是Web 3.0的世界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哥布林 他其实不只是这种走入虚拟世界 我走入Web 3.0世界的人 我觉得他是更普遍的 我觉得Web 3.0 他或许是一个新的世界的开口 就是你这群哥布林 可以去这边试试看 你或许是一个像是一个新的开拓者 可以有比较大的可能去获取这种改变 那对一般可能我们就是 比如说在工作或什么的 就是这种无力的感觉 还是就是挺符合这个哥布林的形象 那只是说Web 3.0 他这边就是像采访里面 就是台大的廖世伟老师有提到 就是他觉得 因为像比如说以产业来说 我们就是半导体业 或者是一些科技产业 有比较好的发展的优势 很多的人才也集中在这边 你说其他的产业 或者其他的 比如说像我们媒体业好了 我们也工作 那也生活 那只是说我们并不能够 在现代社会起到很大的改变 那Web 3.0它或许是一个技术的创新 或者是可能大家对于原宇宙 有一些想象 那有一些新的应用 老师认为这是一个可能 那台湾也有这样的人才去发展 那新的世界也需要各行各业的人 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机会 补充一下Web 3.0的虚拟世界有什么 就是刚德林刚讲到的原宇宙 还有我们今天谈到的加密货币 它跟Web 2.0不太一样 2.0我们就是已经现在是一个Web 2.0 大家过了很久的一个像有社群网站 有部落格 这些就是脸书 就是Web 2.0 但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已经走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那是德林 我们替这些年轻人有一点小担心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在投资界的小白 可能成为被诈骗的一个受害者 当然过去这两年已经很多了 因为就是过去这两年 因为台股还不错 那我刚才有讲说 开户的很多是年轻人嘛 那很多人当然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会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种 介绍如何投资理财的这种 可能是粉砖或什么 然后甚至有一些网红 他也都会进来谈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金管辉那边 应该也有收到蛮多这种投资诈骗的案件 但是刚才德林有讲到一些 我就想到一个故事 就是老师我有幸认识 我在工作场合认识了一个前辈 那个前辈呢 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大概是民国40年出头的一个前辈吧 那他完全是靠他在股票投资这个路上 他大概累积了百亿的财富 他是住在那个阳明山上 那有一次他有跟我讲一件事 他就说 他说他整个投资的过程 他完全不是这种快进快出的 老实说他有参与了台股最快的那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就是说台湾在民国76年 对对那个年代的时候 台湾的股市 从1000点不到1000点 一下子涨到了1万 大概花了几年时间 四年时间涨到了1万2000多点 那等于是一个十倍以上的成长 那这位前辈就跟我说 他的百亿的财富是靠着几波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集体的成长 他的财富才跟着成长 一个就是台股的这个事情 另外他后来在台股赚了钱之后 他跑去香港 他后来去投资了香港 香港曾经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就是等于从很低点 然后也是一个五倍十倍以上这样子 后来他又去中国 就说那他跟我讲的意思 他这样好几波都有跟到的意思 对 可是他是一个很研究总体经济的人 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在股市上杀进杀出 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 不是他是在研究经济的人 那他的钱也不是快进快出 他就是看好说 他觉得这个国家的经济 有可能在未来几年 他会怎么大成长 他就把钱压在那里 然后可能透过比如说四年五年这样的时间 去做了五倍十倍的成长 然后所以他百亿的财富是这样累积下来 可是他就是跟我讲说 他的生长的环境 有幸有这样子的机会 因为他刚好有台湾有这样的机会 香港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中国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所以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 我那时候还年轻 他就说 他说你们可能就没有我那样的机会了 所以刚才德联他讲到说 现在年轻人在讲Web 3.0 他们可能期待从Web 3.0 看到的机会可能就是我 我刚才讲我那个长辈 当时看到那个机会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Web 3.0 因为这种投资 他的波动性又比我们以前 大非常的多 你说台股那时候 从一千到一万二 他是花四年的时间慢慢上去 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 这种投资的游戏 他基本上都是在一年里面 他可以快速拉上去又下来 风险性当然高 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他进到了这个领域 我觉得他的风险性 波动性 真的跟我们以前也是 很不一样 所以他们面临的风险 我觉得是 是 是蛮大的 如果讲到风险啊 德联 那时候1980年代 股市上万点 也有听到不少人 跳楼 周转不灵 也有 应该这样讲 就是每个年代 应该都有短进短出的人 他就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我要讲的是说 虽然我在股市 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 可能相对我在房市上 就是我刚才讲 就是说至少我在20年前 我买了这个房子 我就觉得说还好 比如说我生长的年代 刚好也有 就是整个社会环境 让我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去 我是说比现在看起来 就是相对低的价格 去买到我自己可以 自己的房子嘛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机会 可能年轻人他 又没有 所以每个世代 可能都在找寻 他的一生的财富 可能有一个比较 关键的一个 可以跃进的那个点吧 像我们最近一直在讲 那个平均地权条例嘛 就是说 我们去谈 就是说这个条例 如何去遏止 现在的大草房的 这样子的歪风 那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 要如何消弭这个社会的 相对的剥夺感 这件事情我觉得 是蛮重要的 这样降低这样子的 相对剥夺感 对对对对 那可能才能够让 让人觉得说 我今天去做一个 相对稳定的事情 比如说可能是工作 或者是相对稳定的投资 它是也可以 有好的报酬 或者说我安于这样子的 一个路径这样子 我觉得所以在政策上 我觉得政府如果在政策上 他应该去想说 我如何要降低 这个相对的剥夺感 包含草房 包含贫富差距 是 所以平均地权条例草案 本来想说 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旺 结果在12月21号 是重回到了义士卓 然后也有可能 在农历年前会过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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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过了真的 可以做到些什么 德莲 你有没有在采访过程中 看到或听到 觉得哇 终于过了 就是这件事情 或者某一个部分 终于有机会可以改变 我觉得 当然对于就是房地产炒作来说 这几年最热的这个标的 是预售屋嘛 那平均地权条例 这一次的修正 它会是 主要是在 就是有几个比较重点 第一个当然就是 限制这个预售屋的换约 那就是你不能够 就是你短期买入 然后再加价卖出 这种短期的这个炒作行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就是司法人 他就是他买这个住宅的时候 必须要采这个登记制 那他也会让一些 比如说 你的可能比较大的资本的公司 去买房去炒作的时候 他这个会受到限制 因为其实你公司本来就没有买这个住宅的 这个绝对必要嘛 除非是当员工宿舍或什么 就是有一些特例 那我觉得像平均地权这个例子 它其实背后传达出来的意思是 像炒房这种 它其实这种资本利得 它是没有任何生产的 那我觉得我们的社会 或许要再 把更多的心力或机会投注在 比如说新创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工作 或不同的尝试上 而不是一直让这种炒房的事情 去变成一种 大家心目中可以赚钱 可以养家 可以大众去鼓励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部分 政府如果在这个部分 能够在今年农历年前完成三毒 我觉得它是一个意识的展现 就是它其实是不鼓励这种 大量追逐这种投机的资本利得 而是创造更好的环境 让大家去投资 那我觉得或许对于 像我们比较年轻的人来说 我没有这种管道 我或许就会 用其他的方式来去 比如说我就开店 或者是我做很多的 新的工作 新的创新来找新的可能 我觉得这个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正向的循环 这样也讲到2023年的新展望 所以德联是 打算就是斜杠人生吗 对 我觉得斜杠这个词 就是前几年蛮流行的嘛 就是在疫情之前的时候 就有斜杠说 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那我觉得其实 对现代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是也是变成一种 我觉得必要的 生存的方式 就是比如说 兴趣可能让它专业化 然后让它成为一种 未来谋生的可能 我觉得这些就是 像我觉得我们这个 世代的人 就是可以去 去试试看的方向吧 对啊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就是这种对于钱的焦虑 或对于买不起房的 这种追赶 那我也会有啊 对啊 那我的话就是 可能会去想这些方式 去缓解它 而不是就是 哇我把钱投不掉 哇我也要去炒房 你要赌一把这样 对啊 是 不过最后我们 其实也要提醒大家 那个FTX的受害者 其实他们还在 继续打官司当中了 但是其实还蛮辛苦的 一个过程 说到对啊 斜杠人生 得灵 对啊 我们从以前开始工作 就想要财富自由 那我不知道 现在的世代 好像这一块 我们跟年轻世代 也有点不一样 对 我当然也会想要 去做别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 别的事情 我们都是安排在退休后嘛 好像是这样子 比较不会像 现在年轻人是说 我要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去做很多事情 那老实说 现在如果你要说 2023年的 呃 什么愿望 我们现在是要做这个愿望 嗯 那当然就是能够再去发展 对我来讲啦 去发展 就是说我未来退休后 可能可以去从事的兴趣 啊 对 进行中 进行中 哈哈哈哈 好 大家拭目以待 但是 真的2023年 可以期待的是 德林怎么斜杠呢 就是他会从 这个种族笔 差一只脚 到我们 真的吗 主持群 大家可以期待 OK好 呃 明年 我也加入这个 报道者Podcast主持 这样 嗯 那确实对我来讲 也是新的尝试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以文字 平面媒体为主嘛 对 那也要因应新时代的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声音来出现 这样 那希望明年 呃 我真的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好一点 然后 呃 因为毕竟我以前是待过彩经杂志啦 那所以相对于报道者过去的同事来说 可能跟产业跟经济 我这边是稍微比较接近一点 那也期待明年可能也有类似这样的主题 哈 可能跟过去报道者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带给大家 然后 呃 更接地七点吗 这样讲 可以吗 可以听见报道者更多元的内容 好 更不一样的内容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接下来就是跨年啊元旦啊三天连续假期 其实可以让自己先喘一口气啦 躺平一下下也是可以的 那2023年重新出发 就是我们都要在面对世界所投出的任何变化球 那这个变化其实也才是一个现代的常态嘛 那当然在对报道者工作的我们来说 这个变化球也超级多的 大家都有很多的稿子 都有很多要关注的地方 那2023年做好新闻 然后我们也提供给读者们更多深入的观点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功课 先别说这么沉重 接下来大家好好休息一下 2023年开工之后再出发 那我们要先谢谢报道者的总组笔方德林 还有记者孔德烈 跟我们一起来录 2022年的最后一集podcast 谢谢两位 谢谢宛如 谢谢大家 明年见 好所以真的是明年见咯 我们2022年今年 透过podcast 跟报道者的记者们 一起聊了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 大家真的辛苦了 那如果你有想推荐的podcast的集数 别忘了让我们知道 那现在正有一个 2022年集数回顾 还有报道回顾的活动 在IG上正在如火如土展开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要送给忠实的朋友们 那当然这些给我们的回馈啊 都是我们在继续往2023年 走下去最大的力量 如果你觉得还可以的话 别忘了除了分享节目 也同时呢 也希望你可以到 伤长APP或者是报道者的官网 捐款支持给我们 让我们继续走下去 我们明年再聊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